喜剧电影《麻雀变王妃》 女主佩蒂是美国威斯康星周医学院的女高赛生 她出身平板 家健普世 正朝着一生的梦想 努力前进 她经常利用空闲时间做坚持 同时还要抽出时间 帮助家里料理乳牛肠 她每天的时间被安排的满满的 生活学习上都十分努力 男主是丹麦王子爱德华 她本应该是一名优秀的领导者 却没忠心朋友的生活关怀 开着名贵的跑车 享受着常人无法忘记的优越生活 神秘的女伴话来话去 她不记得此生活 常常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 十分影响王室的情形 可就连罗山林的王后都拿她没办法 这天爱德华试图逃离被安排好的人生 为了摆脱王室的束缚 她坐飞机抵达梦想中的威斯康星 化身为艾迪进入大学就读 跨越了半个地球 两个本来就毫不相干的青春男女 开始有了交集 佩迪跟艾迪在同一家餐厅打工 两人因为一场误会相识 一开始水火不容 慢慢的 艾迪被佩迪的果敢可爱与吸引 两人相互扶持互相吸引 佩迪也邀请艾迪来到自己的家乡 过田园生活 艾迪在这里体验了少年浓火 从小生活悠悦的她 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 离地几牛奶开拖拉机 威斯闹了不少笑话 两人爱情的种子开始生甘芳芽 这天艾迪跟佩迪在图书馆约会时 被狗仔拍下 两人一路消化 迫不得已 艾德华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了佩迪 佩迪听后十分惊讶 觉得自己不该开始这段感情 转身离开 没过多久 艾德华接到母亲的电话 因为父亲命中 艾德华注定要回到丹麦成为一国之王 离开前 再给佩迪留下一封信 佩迪开后十分感动 决定放弃自己毕生的理想 与艾德华回到丹麦皇室 长相厮守 因为两人身份相差悬殊 因此王后一直不同意两人的感情 艾德华一再坚持下 两人决定不如婚姻的殿堂 可是皇室的生活让他很不适应 毕竟出身平民 一直到自己与艾德华的差距 佩迪经过再三考虑 决定与王子告别 回到美国继续自己的学业和生活 艾德华成功继承了富位 成为了丹麦的国王 佩迪也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电影最后 艾德华再一次来到美国寻找佩迪 因为两人的互相牵挂 最终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 影片到此结束 整部电影充满童话气氛 不时为一部现代童话 生动的诠释了 一种令人心神尚往的爱情故事 待我们寻找儿时的公主梦 全片节奏缓慢 人物性格刻画饱满 出身平凡 却刻苦励志的女主佩妻 帅气高贵的丹麦王子爱德华 两人勇敢追求爱情 演技在写 给观众带来了强烂的视觉声音 不同于其他童话版本 女主不是一脸委屈 需要被保护的柔弱倾向 她独立能感 心怀梦想 结局也并不老他 王子放手让女主完成梦想 最后才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总之 这是一部温情浪漫的爱情电影 值得观看